我是需要抄的 這隻是早兩天見過 一隻精工的復刻款 一個新出的限量版 上星期有看過 上星期出了 幸好還有在這裏 否則我都拍不回 大家可以見到 銀灰色的太陽雲錶面 全銀色拉絲 還要拉絲到反光的外圈 這裏做了很復刻的一體式 算不算一體式 這裏不算一體式 這裏是復刻的 比較Vintage的鋼帶錶款 錶扣沒甚麼特別 因為都是復刻形狀的錶扣 不知你們會否熟手錶的朋友 你們有否試過 只看錶扣都認到對方 在戴甚麼錶 原則上精工很多錶 我只看錶扣都認到 這款比較特別 因為是復刻款 錶扣是這樣的 當時有朋友說 我放得太遠 所以針是看不到的 現在可以見到 它有支GMT功能的針 都跟大家看回它的夜光 它這隻 好像當時夜光很明顯 它連支GMT針的箭嘴都會有夜光 看看這次我戴黑手套 真好很多 果然 可以見到它的夜光 會是黑度和時分針 和GMT針 和十二字位的夜光珠都會有 它這款不是潛水款 它是一個巴的防水 它是雙向旋轉的錶圈 可以看它的國際時間用 因為它是GMT錶 另外它是 SPEC 它這隻會用 6R54機心 正25-15的誤差 這隻可以行足三日鏈 72小時 直徑呢 沒錯 38.5mm 我沒見錯 厚度是12.6mm 它是45.2mm 它是45.2mm 今天可以上手看一看 它的款式是這樣的 今次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整隻錶 因為它拋光做得非常漂亮 不是拋光 這是拉絲做得非常漂亮 可以見到 即使是拉絲的錶殼 都是非常閃的 我見到Facebook 有很多朋友買了 都說這隻超棒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下來 我們總點試試 當然我記得我講過 它這個 錶殼的弧度 和它這個巴的 是接近同一條線 但是它這個位置 回來 朝 朝 朝 這樣 它這個位置 會是 這裡有少少突起 對 就未去到完全一條線 今天看得清楚 大家可以看到 它錶殼做了一個枕型 其實這些是很vintage的 一些錶殼的外型 這款真是幾美 這款定價 再看一次 一萬二千八 一萬二千八 OK